这个方法也跟VBA有点像 是说你要先高差 Ctrl 去有向右向下 这个一定要先高差 范围 然后再设定条件 这个条件部分的话 它是有资源所谓的 就是Excel里面的函数 所以如果说你将来有别的规则 反正上面的规则如果为True的时候 那它就会帮你做格式化 所以不见得一定是weekday或者其他的 假设你要是month 你要是year 你要是其他 反正它只要为True 那它就自动帮你做底下的格式 所以这个地方其实可以做的地方 做的效果还蛮多的 那主要是用这个 使用公司来决定哪些储存格 那一般的话 坊间的书籍比较少讲到 大概都讲到上面的东西 可是我觉得在一般工作上面的效果 这个好像比较有效 那它跟用VBA来写还蛮像的 那如果说我今天好了 换个方式 如果我今天不要用这个方法 我先把它 先把这个复制一个 所以Ctrl先按住 然后拖拉 综合练习 然后把这边改一下 改成VBA 如果我换一个方法 假设我用VBA来写的话 不过第一个请各位注意一下 先把效果先拿掉 那拿掉记得 你不能说直接从这边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没有颜色或改回原来的颜色 从这边改 你会发现改不回来 有没有 你改黑的 奇怪 它怎么都没有动 记得如果你要把这个效果拿掉的话 一定也要从这边 清除规则 清除整张的那个工作表规则 这样才会拿掉 你不能说直接从那个上面这边 油漆筒 你怎么改都改不了 为什么 它有点像有一个图层吧 有点像一个那个外面上面放一个那个效果在上面 那如果说我今天 我不要用刚刚讲这个方法 我要用VBA写的话 怎么写 那这边当然我们来 大家来看一下 开发了原Visual Basic 那因为时间的关系 而且有些东西前面有写过 大概就把那个云端上面这两段 格式化文字跟恢复 把格式还原这两段 我把它先秀给各位看一下 Ctrl C 然后把它Ctrl 所以如果你假设动作比较慢 你可以先贴没关系 然后在贴完之后 也许你自己再重新再打过 我把这个结果秀给各位看一下 做完之后的话 一样可以在旁边多加两个按钮 插入什么呢 一个这个按钮 然后一个是什么 格式化日期 然后一个是还原 所以你可以把这个把它加上去 加上去之后的话 那这个是格式化 那这个的话 你就是把它回 我习惯是直接拿上面来改 比如还原 那这个叫还原格式 不过我后面有底线Range 底线Range主要不是说 直接用范围的方式 一次就全部还原 会比较快 所以我先先加 OK 还原 有没有 你会发现 它的效果跟刚刚是一样的 那只是说这个地方该如何撰写 那首先第一个 它的规则是这样的 因为我们刚刚第一步是 先选那个范围 所以其实格式化 这个VBA的话 第一步也要先告诉它说 for i 等于第二列 到最下面一列行三十二列吧 那特别注意 不过它现在如果a栏的话 只会跑a栏 但是我a栏要到l栏 所以特别注意 这边会多一个什么 for j j的话指的是哪一栏 for j等于什么 1到12栏 特别注意 你不能a栏到l栏 因为它不接受 它只接受数字 所以我们是从第一栏到第12栏 那做什么呢 把这里面的资料拿出来 一样用weekday 因为VBA里面的函数也是用weekday 然后判断一下是礼拜六 如果礼拜六的话呢 那我就做格式化 格式的方法 底色跟字型的颜色 我们刚好前面有讲过 有没有 你就把它加 但是这边的话 可能会有一个错误讯息 就是说因为这边有些 里面是空的 所以如果它里面是空的 你用weekday判断会产生一个bug 因为它里面不能丢空的给大家 所以你要先跳开 如果是空的 那你就不要做判断 当它不是空的 你再去做判断 所以程式该如何撰写 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程式并不复杂 首先第一个 我们先把那个 我刚刚讲过 第一个你可以先打什么 打一个sub sub 然后格式化日期 一样 然后enter sub 再来的话就是打什么 for i 有没有 等于2到32 enter两下 打一个nest 再来的话 for j 等于1到12 一个是什么 列 一个是蓝 OK 这应该没问题吧 那再来的话呢 接下来呢 我们要做什么 先判断说里面是个空的 所以如果 如果里面 那个范围里面的储存格 叫sales 的i列的追栏 就是打这样就可以了 sales i列的追栏 这样就表示说 里面的所有的储存格 当它什么 不等于空的 不等于空的 意思说里面要有日期 then 我才去做底下的事情 enter两下 打一个enter一符 那这样子意思是说 如果当它等于空的 那就跳过 它不会做逻辑判断 那接下来做什么呢 判断它是不是礼拜六 所以是不是礼拜六的话呢 我们可以用 一样用weekday 在VBA 先打一个 控一个VBA 这个打不打的关键 电weekday 有没有发现 VBA里面也有weekday函数 使用方法都一样 刮弧 然后你就把什么呢 那个储存格里面的所有资料 就是sale的idea的追栏 一个一个丢进去 让它做逻辑判断 如果判断 逗点后刮弧 如果 所以它结果跟eSale一样 如果等于7的话 空一格 那表示说呢 它是什么 它是 那个礼拜六 那一样打N的一符 如果它是礼拜六做什么 请你帮我把它的 字的颜色变成深绿色的 然后底色的话呢 那就变成浅绿色的 OK 还记得吧 那个什么呢 就这个储存格 字的颜色 我们前面有讲过 字的颜色 PhoneColor还记得吧 PhoneColor 等于什么呢 颜色就RGB 刮弧 绿色的话 我们前面有讲到0 豆点255 豆点0 这个是绿色的 可是问题 我要深绿的话 深绿怎么做 其实如果你不会的话 我讲过 你可以从常用里面的油漆桶里面 其他色彩 找到一个深绿色的 然后制定一下 有没有发现 0128 有没有发现 而且这个数字如果 越底下的话 好像颜色越深 有没有 甚至到 越上面的越浅 有没有 所以其实大概给个什么 这应该给200好了 那这边也给200 这样就浅绿了 OK 所以把这个号码怎么样 填到RGB里面去 就是一个深绿 一个浅绿 OK 那我们把这个数字 把它放过来 应该 那这边的话就是 把它改成100 这个是深绿 那底色的话 底色的做法是 一样这一行 只是把这边复制过来 这边改成什么 intereo 这可能要稍微 intereo 这个 这个就底色 OK 这个好像前面有讲过 所以大概稍微查 浅绿色的话呢 我就把这边改200 这边改255 这边改200 这样就浅绿了 好 这个也是礼拜六的 我先执行礼拜六看 应该可以看懂吧 这个是 蓝回圈 这个是列回圈 这个是蓝回圈 然后先检查一下 它里面一定要有资料 再去做逻辑判断 如果是礼拜六的话 就帮我把它全部改成 字的颜色 底色 OK 这是深蓝 这个是 深绿 这个是浅绿 OK 执行看看 OK 效果出来了 那礼拜天怎么做 其实很简单 你就把 这个逻辑 把它复制一下 贴到底下 然后把这边改成 改成 1 然后呢 赤的颜色 如果是红的 红的话 那就把它改 255 G 没有 B 也没有 这个就红的 那底色的话呢 改成黄的 黄的怎么改 黄的我好像讲过 红配绿 有没有 所以红色 配绿色 没有蓝色 好 这样就写完了 所以礼拜六 底下就是礼拜天 所以其实以后 如果还有一个 你就再把一个 所以同样 这个你可以把它当范本 所以回去的话 可以试试看 工作里面 有没有类似的资料 你希望能够在那个范围里面 自动把某一些资料找出来 把它填上不同的颜色 那你可以一个 你要填第一种 填第二种 如果第三个你就再贴 第四个 第五个 OK 所以这些你可以 大家放 当范本没有关系 主要是慢慢要熟悉 我想应该 就是你要马上把这些 完全记起来 应该 不太容易 OK 除非你要做得很熟 因为这东西 可能 大概多做个几遍就熟了 主要就是要花时间 好做完 我们来看一下礼拜六也有了 礼拜天呢 执行一下 也有了 有没有 礼拜一要不要 也可以 礼拜一再一个 礼拜二 不过 应该没有那么无聊吧 没事 不过你如果时间很多的时候 上班 假如说你事情都做完了 你就不断练习 像这种东西说真的没有别的诀窍 就是练习 真的 而且实际上 其实里面没有太多 多余的东西 有没有 列 这个前面都写过 只有今天多这个 燃回圈 有没有 然后逻辑判断 这个我前面都写过 只是说记得 那个缩排的位置 我是建议这个缩排 请你慢慢要养成好习惯 因为我发现很多同学 都会比较容易偷懒 然后都会刚开始写程式的时候 都不太缩排 当然你可能会稍微快一点 可是我是建议吧 这个也是程式的一部分 你如果没有注意这些细节的话 很容易程式都写错了 那为什么缩排很重要 因为你会发现 这个有for 底下就可以看到ness 如果底下看不到ness 表示你程式写错了 如果你这边有if 底下没有endif 表示你程式写错了 有没有 所以为什么我一定要这样写 因为我一看我就知道错了 如果你没有缩排 就真的还真的很难看 所以我的习惯是我结构一定要是正确 我再往下写 保证都不会写错 所以你看我说真的 我很多时候我很少写错程式 哪怕是我写错 我马上一看我就知道自己哪里写错了 为什么 因为都是一些细节部分注意到了 就没什么错了 即便有错马上我看就知道了 所以我以后如果你想要把VBA学好 其实最重要的还是这种基本功夫 所以你也不用刚开始也不用想到写很复杂 这些都够用了 你如果这些都有掌握 以后你要写复杂的东西也会很顺利的 所以我前面讲过这个工作表一个你可以处理好 多个你也可以处理更好 后面你可以处理很多工作步 也都是一样的逻辑 所以我其实像我的程式 后面的东西写来写去 都不外乎是回圈 不外乎是逻辑判断 不外乎就是用一些函数去做什么事情 都差不多 所以你如果这些都看得懂 我其他东西你应该很快可以看懂 只是说多写一点而已 它看起来很多但是实际上都是一样的结构 做完之后再把它恢复 不过恢复我是建议 因为你要恢复的东西是一个范围 所以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用range A2到L的32 直接把它字的颜色改回黑的 因为它现在有些不是黑的 然后把底色全部改成没有 这个前面有写过 所以直接执行这一个 你会发现全部就恢复了 OK 你就不用说一个一个慢慢改 那这样效率太差了 所以最后做完之后的话 就是格式化日期 然后还原回来 这样就OK了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吧 这两段集云端都有 你们也可以如果动作比较慢的同学 而且你可以先复制贴 至少你要会贴 按钮先做 至少按钮要会做 然后再来用改的没关系 因为很多同学 其实可能刚开始对程式还是陌生的 不过没关系 至少你刚开始用 至少基本的架构会打 然后慢慢再增加一些些 试一下 再来吧 再来吧 再来吧